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互港开市通,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市焦点 市场不单迅速消化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黑天鹅 更是以其政策主张演变出了憧憬 格外美股在特朗普概念上一度是发酵 而推动了道指创下了历史新高 不过ADR就于是港股今早早段是会受压 未能跟上美股的步伐,十天线有所危机 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18点或1.17% 暴在18807点 标准普普500指数升0.2% 不过纳斯达克指数或跌42点或0.81% 暴在5208点 市场就憧憬特朗普大力推动 美国基建、金融、工业和基建板块是受到关注 在美国上市的主要港股依托证券ADR的价格 造价是本港上市收市价是普遍下跌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 22,552点跌287点或1.27% 夜市期指收报在22,575点跌357点 较昨日恒指收市滴水264点 恒指昨日收报在22,839点 升423点或1.9% 从上市天线 市场就关注人民币的弱势问题 昨日人民币中间价是连跌5日 报在6.7885 是6年来的新低水平 再来看焦点板块方面 深港通概念股 中资券商高层向企业透露 期内其他母公司已经是收到了深港通 将会于11月21日通车的消息 留意今日港交所 中港券商和深圳港股 AH股的相关表现 个别股份昨日升幅是跑赢大事 再来看铁键股方面 市场就持续发酵特朗普的基建概念 接铁键以及重新装备的昨日跑出 留意今日的走势 再来看焦点股份方面 288的万州国际 恒生指数成分股检讨结果 今日收市之后将会出炉 早前有券商就分析 万州国际或会取代利丰式成为蓝筹股 宝城集团以1700亿韩元 也就是大概约为11.46亿港元 是出售了韩国受险附属PCI Life Korea的100%权益给Mirio 交易上代监管机构是进行批准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 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 郭思智郭先生来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郭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A股方面 那么护生两市早盘是纷纷的高开 那么随后便在权重板块的这样一个带动下 是开始上攻 那么昨天不仅是稳稳的站上了 这个五日均线的上方 那么同时也是再次创下了反弹以来的新高 那么再看今天的股市 郭老师你觉得今天A股会怎么样的表现呢 A股其实来说真的是不错的 尤其是上均指数终于成功 升破了那个今年8月14号的16号的高位 3140点 我看等值之类当然是不会预期它会上升的太快 可是总的来说 今年的地位还是在2638点 要是从那个起步点看起来 好像已经出现一个一点一点的往上推升的 盈态出来 尤其是我觉得明年要维持在6.5%的增长 怎么样也要看内部需求去拉动的了 要是说要靠内部需求去拉动 当然是有一个财富的效应 股市的上升的确实有一个财富的效应 而且又有利金融市场融资的安排 所以对于A股的后一个阶段的看法 我觉得真的是有机会在进一步往上看的 现在第一个首先往上看的目标 就是去年7月9号的低位3373点 再往高一点的就是去年12月23号的3684点的 短期之类跟中期之类 我觉得A股还是有一个条件 在稳定当中一点一点的往上推升的 那么看完了A股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那么港股也是收到这个美国选举落地 以及外围美股大涨牵引的早盘是高开 那么加上盘装A股大涨是支持了港股的再次往上走 那么横止高位收涨 现在美国大选结束了市场留意新政府 对12月美联储加息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市场情绪目前是好但不一的 那么好在深港通再次被市场有所提及 那么也是从正面是提振港股的 那么郭老师港股的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暂时来说不觉得会有怎么样的大升跟大跌 因为这个月的高位是一号到两万三千两百六十八点 低位就是九号到两万一千九百五十七点 说真的一千三百一十一点的波幅不算太小的了 变成来说期间上升三百跟下调两百点 基本上只是反复而已 也从今早的看起来 虽然只是暂时是下调了三百多点 可是成交并不是太多 尤其是大家有想清楚 今天到月底还有十四个交易天 当然包括今天在内 就是说未来的股市的变数还是很大 尤其是要是在二十号之后 有一个深港通的公布的话 我想整个市场的市场会完全不同的了 所以现在反复而不明的 当然是暂时是不会变 可是在往后看我不觉得应该看得太淡的 说真的我本人觉得这个月到最后一分钟 恒生指数是有机位突破今个月这个月的高位的 所以变成来说现在最好就是等低一点点 又是没有话在手的 做一点点的中短线的布局 我想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好的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详境分析 希望郭老师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截止到目前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6毛5 中国移动跌1块6毛5 建设银行跌8分 工商银行跌7分 中国银行跌5分 港交所涨8毛 中国人寿跌3毛2 有邦保险跌5毛 腾讯控股跌6块6 金沙中国跌4毛 长河跌1块2 新鸿基地产跌1块1 九龙舱跌1块6毛5 中国海外跌4毛 华润质地跌3毛6 中海油跌2毛5 中石油跌1毛2 中石化跌1毛9 云乐能源跌1毛1 中国神化跌3毛2 接下来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美国迪斯尼本财政年度的第四季盈利 以及收入都是不及预期 是受到ESPN等有线电视业务疲弱所拖累 公司上级的盈利为17.7亿美元 增长近10% 每股盈利为1.1美元 扣出特别的项目之后 每股盈利为1.1美元 少过市场预期 迪斯尼的上级收入是减少2.7% 减制了131.4亿美元 来自ESPN等有线电视业务收入下跌6.8% 减制了39.6亿美元 少过市场预期 来自电影业务的收入上升1.6% 是达到了18.1亿美元 同样是少过预期 公司上级是来自主题公园 度假区以及邮轮业务收入上升0.5% 上海迪斯尼6月开幕 但集团就表示 在巴黎香港以及加州的主题公园 入场人数都有所下跌 管理层就预计 明年以及以后 公司将会录得强劲的盈利增长 阿里巴巴的年度双11触销活动 首一个小时的交易金额 是达到了353亿元的人民币 销售速度是打破去年的记录 11月11日是内地网上购物的大日子 阿里巴巴的双11网购活动 促销速度是非常的迅速 活动开始不够一分钟 销售额已经达到10亿元人民币 销售达到百亿元 只是虚实大约7分钟 销售速度是打破去年记录 首一个小时的交易额 已经是超过了353亿元 早段使用智能电话等 移动装置销售占比是高达8成4 首席的执行官张勇就认为 数字反映互联网消费 已经是成为了内地的生活方式 市场就预期 今年的销售额增长 将会超过五成至于1300亿元 不过管理层在活动前就指 未有定下今年的销售目标 希望所有人都开心购物 有本地的报章就报道指出 中港两地的监管机构 最快于今天收市之后 将会宣布深港通开通的日期 而经济日报就报道指出 根据市场的消息来看 深港通筹备工作目前是已经完成 中港两地的证监会正在准备 于日内公布公开日期 最快今日港股收市之后 或下周初对外公布 并属于本月的21日启动的买卖 上日港交所的行政总裁李小佳 在出席一个论坛时就表示 没有响应声港通确实的开通日期 只是表示万事俱备 只欠一声枪响 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就指出 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就决定 不受政治的影响 并且是预料很可能有下月的加息 今年与联储局货币政策决定上 有投票权的圣路易斯 联储银行的行长布拉德就表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令人意外 但并令到金融市场是过度的震荡 也没有改变他对经济前景的看法 只12月是加息的一个合理时机 而联储局是一个技术专家官员机构 不会受到新一届的政府影响 今年没有投票权的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 威廉斯较早前也表示 联储局是政治中立 对于市场普遍预料下月加息 他就支持这个看法 而另外联储局的主席耶伦下周国会作证 市场或可从中 知道特朗普当选之后 他会否继续留任联储局的主席 直至2018年任期届满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互赶开市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